然后让他死掉了 没关系 继续长 死掉了 没关系 啊 让他死掉了 没关系 啊 让他死掉了 没关系 让他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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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种人的观念很糟糕 你们知道行道术吧 台湾那个行道术啊 还有大家有一段时间都在鼓吹老术 有没有 台湾那行道术静静的都好小 你在消耗议算 另外一个议题 像那个议题我们也打了几年了 那个已经形成一种 但它是经济系统 根本不是什么跟保育完全无关 那要来看 我要说一些东西 后来研究 研究呢 充实的数据 客观的调查 诚恳的建议 这一件一出来 我当时在几年之间啊 四五年 果然没中间 在台中的时候 我提到台湾生态研究中 我那些新闻又一块出来 什么报纸都看 而且几乎前面照抄 他们也都很高兴 因为这样记者就很轻松 记者最大的苦难就是每天要挤出四千次啊 这个怎么办啊 但是你不能 但是每一个报的不太一样哦 像以前的人都报水准很好啊 他会继续反弹 继续追这个正反面各式各样的啊 那我所有调查的东西就是说 我让你 心虎口 而且我不是谩骂 一点都不是 那从这些调查的过程是怎么样 我有人调查 然后公告 这是第一步骤 研究调查 第二阶段 告知 就是这样发展 而且告知我是一以三吃 第一个 新闻稿 第二 我报纸复刊 我就有另外一篇 第三 学术研究报告 我也有一篇 一以三吃 那这个公开来啊 比如说 我在调查什么 台中市的物价是乱七八糟的贵 比台北还贵 那不知道啊 那不知道我怎么 我每一次要做一个事情 我要自己能够做才能够找助理去做啊 那我就去各个超市 哦 金金如笋之一瓶两百五十细细的二十块 哦 我就开始这样去 我就被赶出来 那怎么办 那我就用一个隐藏的录音机 以前没有像现在这种 哇 数位那么好啊 但是呢 我以前还是有办法弄个那个 银盖 反正发展驾客 金金如笋二十一块 二十四十块 我一直讲 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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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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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出来 我差不多谎谈了 差不多几百项的产品啊 拿出来 哪一条口香糖 我快要谎这样 然后再去另外一家市 咦 其实可行 可以 来 助理找来 你负责这里 你负责这里 台北市让你做 哪里让你做 总共调查几家 所有的产品这样 排除掉 那个在减价什么样的 扣除掉有不同什么样规格 最后你一出来 你知道吗 台中物价比台北 比高小 我书记忘掉了 然后我得到这个信息好奇怪 这个调查里面也查出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百货公司的 那个地下室的 那个是最便宜的地方 那你会吓一跳 百货公司怎么会最便宜 因为它的策略是 它只是引来人潮 并不是要在那里赚钱 还有所有里面 各个每一间在卖店 都有的一个很调诡的 很奸诈的地方 大原则 我整个平静下来就会发现到 不过这个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那些真的物价 而且那个随着时间也在改变 很多变化 只是我们在调查里面 像有一次我在专门在调查 前台中市到底有多少种行业 台中市有一百七十几种行业 我是把所有店面什么什么 我那个调查出来的结果 调查五分之一台中的街道面 公布第一波第二波 公布出来的时候 好多那个不动产 卖房子都要来跟我合作 因为我那一套书记 可以推什么你知道吗 只要你问我哪一个地区 我就说那里还可以设 三家7-11 那个地方还可以增设 两家这个礼华厅什么什么 我都有办法算出来 因为有特定人口的这种 跟那个整个的比例大概多少需求 然后那个地方的房子定价应该多少 所以那个卖房子的要找我合作 就是要我算出 哪个地方应该 理损多少 我想过那一世 一直都没有想过 探紧真的 实在是很厉害 我如果有机会 还有那机会 你们现在开始来探索看看 我爸没有机会了 这个个性也是很难 那我只是告诉你说 研究调查跟告知 这个告知就还有三个途径 一与三支 那接着呢 研究调查告知以后第三阶段告知 接下来就是什么 协调以供听第三阶段 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拿出来 前台中的物价的确是比哪个地方都贵 靠腰啊 你要不要改善 你凭什么 你明明什么样东西都比人家贵 我没有话说 因为你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你这个地方要增加到运输会等等 为什么连供卖体的产品 你也在比别人贵 谢谢 所以说 没有 我就逼给人 我协调 如果是我们公告了 你会自动 变好 哦 那阿弥陀佛哪有这么善良的人 有了 是有了 不是没有 问题是在那个 就很 所以 如果真的 我们就找来 各个官员找来 厂商找来 为什么你会卖这么贵不可 你愿意这样吗 如果这样 可以 那就 大圆满 他还是一样子 要这样赚的不义之财 后 第四阶段 运动 抗争 发起祭埋 发起什么样子 我们就可以 历来我们在做的就是这样 研究调查 告知 协调以公听 运动以抗争 OK 你看我们所做的东西 哦 一个一个 这个人就调查什么 哦 当时呢 我调查这个台中市呢 公布了那个事情的时候 轰动整个全台湾 那个时候台中市长 在干新闻集长 我还把这个报告寄给他 哦 他还给我回复 所以我还以为 他是不错的人 哈哈哈哈 来台中市的时候 哦 他 我还主动 你知道吗 我没有分什么港派 马英九在当法务部长的时候 我觉得嗯 这个不错啊 应该这样啊 我还推动帮他退 反汇险 反而台中市民 哦哇 这我还做文件 还做什么 那推广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我们去访问到人 连反汇险都会害怕 都会退掉 那这不是国民党的 不是执政者吗 一样欸 哦 那帮 帮到后来 当然他不知道了 而且陈定然在选举 我们主动成立 帮他 对 陈定然也不知道啊 我们这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 并没有要让谁知道啊 可是我们那人对的事情 应该可以推啊 推了老半天 反汇险 反汇的老半天 真是笑话 我后来看见台中市一位 议长在选举 所有的议员 在选举前一个礼拜 完全都不见了 全部被绑架去 某一些地方 要投票那一天 才突然游览车带来 这不是公公开开会训吗 还要调查什么吗 你知道 也起诉了也什么很多人啊 但是得了不久 法院终于还给他们千百 从那个事件以后 我对马先生 我的话就做 你